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照理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周三的市场情况 那么非常幸运的是呢 澳洲在周三继续是出现了大约是1.3%左右的涨幅 那么这也是在周二1.2之后呢继续第二天的上涨 最终收盘呢 澳洲股市是创下了过去六个星期以来的最高价 大约是收在了5484点 从盘面上来看呢 所有的资源 矿产继续在创新高 那么同时呢 银行股也实在推波助澜 最终是带动了澳洲大盘连续第二天的上涨 那中国方面的A股在连涨多日之后 昨天有所下调 但是依然是保持在了这个3200点之上 昨天呢上证指数下跌0.2% 最后是收盘是收在了3241点 那么欧洲方面呢 英国 法国 德国也有大约是0.5%左右的下跌 但是美国则继续在刷墙 标普500和道琼斯分别创出历史最高纪录 分别是上了2200点 以及呢是19000点的最高价 纳斯达克呢则有轻微下跌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由于股市不断地在创新高 因此呢黄金价格昨天下跌20美元跌幅为1.9% 而石油价格呢则继续等待 现在呢这个议会等待这个11月底的会议结果 看要不要到底是现场 那今天热门话题里面我们着重来说一下的是呢 现在人民币贬值速度不减 以及呢这个澳洲的美老板是迎来了这个第二春 那么在过去几个月 我们一直看到人民币的贬值速度是非常之快 从6.7到6.8到6.9 现在呢是逼近了6.95 那假设要把人民币汇率稳定下来 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呢 是经历了整一系列的经济变化 总结来说就是通过大量的刺激经济 包括印钱降息降准等方法呢 把人民币的价值压低 来提高资源价格 同时呢是逼着人们呢去投资和消费 那么这样的做法从目前来看 在短期来看对于经济的刺激还是有正面作用 但是长期以往这样下去的话呢 毫无疑问将会带来很多负面作用 因为在人民币大量贬值的背后啊 其实是除了要刺激经济之外 另外一个我们知道 不能说的原因 或者说不愿意公开的原因呢 就是呢 这个要阻止资金的外流 资金外流 我们知道虽然现在中国是拥有世界上 最大的外汇储备三万多亿美金 但是呢 这个钱实际上平时是搁置在 或者说是属于每一个个人 或者是公司所有的 因此如果这三万多亿 碰到了所有人一起都把它 美元换人民币换成美元 然后转走 那么这三万亿甚至于四万亿 也经不起这么的折腾 很快外汇储备就会消耗完毕 那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 通常是用来稳定其国家的货币汇率的 那么现在如果这边人民币不断地再换成美金转走 那边呢 为了稳定住人民币价格 就势必要同时呢 是买入人民币 卖出美元 因此这一来一去呢 对于外汇的消耗 储备的消耗是相当之大 所以这种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做法 实际上呢 对于央孩来说 势必不是长久之境 那么如何能够在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呢 降低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呢 其主要原因 或者说是主要的方法 就来自于我们常常说到的 供给 供给关系 换句话说就是 切断你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这条路 你换不了了 那就没办法 所以现在呢 就是通过对于外汇管制 来降低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但是在我看来 除了人们要把这个人民币换成美元以外 这原因之外 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呢 就是由于 这个现在的增发货币 这个政策所导致的 我们知道呢 其实很多的时候 如果你人民币是升值的 或者国内投资是有前途 有信心的 那么基本上 没有人会把所有的资金 转成外币 那么正是因为现在人民币贬值比较快 所以呢 大家为了保值 保护自己的资产投资 才呢 选择把人民币多余的钱 转成美金 所以说 如果要改变目前整体人民币下跌的局面 必须要从一个大的宏观政策面做出改变 换句话说 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现在在加杠杆的这个经济政策必须发生改变 那再说回到我们澳洲 我之前经常把澳洲是比作一个矿老板 那么既然是矿老板 那自然来说的话呢 就是靠矿来吃饭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 只是靠天吃饭 这样的一个窘境呢 那我们知道澳洲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矿老板 经历了过去的黄金20年 因为他最大的客户中国 是经历了过去呢 20年黄金时期的陈振华建设 但是澳洲自己也知道呢 不能把宝完全是压在矿产上 就连我们不说澳洲 就连我们中国国内山西的这个梅老板都知道呢 这个要转型 要进军其他行业 因为这个煤炭呢 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 谁都不知道 因此在最近我们看到呢 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 实际上澳洲已经在引导着不同行业的资金 进入呢 除了矿业以外的行业 那么现在呢 这个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 我们看到在服务业 金融业 地产 旅游和教育行业呢 澳洲呢 这个就业 以及呢 提供的其他各个方面的帮助 都还是比较大 因此 这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是非常好的事 毕竟澳洲的人口很少 随便哪个产业 都可以养活这2000多万人 所以呢 在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现在看到 由于中国大量推动资源价格的上涨 因此呢 澳洲很有可能 这个矿产业会迎来第二春 那么这对于 现在新上任的 这个澳洲的 这个政府来说 毫无疑问 就是一个双喜临门的好事 最后呢 今天投资者需要关注的事件 在晚上澳洲时间8点钟 德国会出台商业信心指数 再往晚上看一点的话呢 到今天晚上到明天 美国方面由于是这个 长假放假时间 因此呢 美国会暂停交易 所以说我们预计呢 在明天大部分时候呢 市场会比较清淡 好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